中心高中十位学生志工 将自己打扮成一百公分的超级大红包 沿路跟民众拜早年 期望能为创世基金会募集更多经费 达到韩式三十尾牙活动的预计经费 年关将近 我们知道很多边缘 很多弱势的一个 还有包括我们的街友 一些比较经济弱势的人 中心高中的学生 他们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大红包 来呼吁我们所有的好朋友 能够慷慨解囊 可以说大家出一份力 能够在年三十有一段温暖的晚餐 现场学生都是利用寒假期间 在市区内采接募集红包 虽然刚开始比较羞涩 但是仍然鼓起勇气 希望能利用这次的公益活动 可以奉献一己之力 为弱势送暖 爸爸妈妈都给我们最好的 就是让我们可以吃得饱 穿得暖 可是有一些弱势团体 像是单亲家庭 还有街友 他们过年可能会 就是没办法吃饱 或是穿暖 那我们想要借有这样一个小小的活动 就是帮助他们 可以过个好年 希望大家可以捐款 然后这个款项是为了包个一百五百块的红包 给那些韩式来吃饭的韩式 然后给他们讨个吉利 然后过个好年 学生利用废弃的纸枪 加以改造并穿上身 将自己打扮成超级大红包 为公益活动募款 议员说到感谢学生们的付出 也期盼社会各界能够共襄盛举 让弱势族群感受社会温暖 我想对这些孩子能够自发性的来 为这些边缘户 这些街友来募款 我们也给予最大的肯定 这个是我们社会很温暖的一面 那同时也希望说 我们大家一百块没很少 一千块也没很多 我们大家可以来慷慨健康 让我们这些比较困难的家庭 能够年三十有一顿好的一个年夜饭 透过这次的活动 让学生可以体验不同的生命教育 也能贡献一份心力 为弱势送暖 让他们享受一顿热腾腾的年菜 民意新闻庄博军 草屯采访报道